中宣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和安徽省委 今天在京联合举行军地阴谋和优秀青年代表学习时代楷模、空军航空兵谋旅 旅长郝景文先进世纪座谈会 凝聚奋进新时代、担当新使命的共识共卫 座谈会上 第七十一集团军谋旅王姐班士官吴学哲、乡台大学教师杨怀宝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导游服务中心副主任韩孝 空军航空兵某旅副参某长姚凯、武警黑龙江总队某特战大队副大队长李玉峰等九名同志 结合自身经历 畅谈了学习郝景文先进世纪的心得体会和现实意义 王杰班士官吴学哲动情地说 郝景文蓝天有我、有我无敌的血性胆气 与两不怕精神一脉相承 是锤炼过硬打仗本领和顽强战斗作风的宝贵财富 海军海口舰舰长樊纪宫说 郝景文的事迹告诉我们 炼就能征善战的本领 没有捷径 不会轻松 只有坚持苦炼精炼 才能十级而上登陵高峰 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个郝景文的坚守付出 人民才幸福 社会才安宁 国家才强大 中国青年五次奖章 获得者寒笑说 火箭军某旅营长罗银生谈道 郝景文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忠诚践行者 是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不懈奋斗者 是我们基层官兵的学习楷模 大家一致表示 学习郝景文的先进世纪 就要像他那样搏击外里心向党 用坚决的行动和坚定的追求 维护核心 书写忠诚 就要像他那样 把个人梦想与中国梦 强军梦紧紧相连 在同平共战中不懈奋斗 就要像他那样埋头苦干 攻坚实干 紧抓快干 在岗位上强能 在站位上圆梦 奋力担当冲刺跨越的历史重任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力量 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李建文 张磊 新华社亚温德12月23日电 记者乔本校恩贾梅纳消息 正在乍德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表示 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十分遗憾 美国的决定不会影响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 马克龙当日在乍德首都恩贾梅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网友坚相互信赖 协调作战非常重要 他说 他国决定无法影响法国的行动 未来法国在国防军费开支方面 不会有缩减 白宫19日称 随着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取得成果 美国已开始撤回助续美军 美军在叙利亚现有约2000人 法国是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主力国家之一 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派驻大约1000名军人 主要提供后勤、训练、重型火炮和空袭支持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19日透露 日本政府18日通过莫斯科的外交渠道 对俄罗斯军方在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 千岛群岛新社士兵宿舍提出抗议 日方称这与我国的立场不相容 根据此前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 在南千岛群岛的宅珠岛和国后岛上 各建造了两座军营 上诞节期间就会安排军人家庭入住 俄军方还称 俄罗斯去年已启用在当地的两座新军营 明年还将待见三座军营 日本所谓北方四岛 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 位于俄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俄罗斯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 实际控制了南千岛群岛的国后 宅珠 池武 色带四岛 但日方称这些岛屿属于日本 俄日因岛群的归属问题争议严重 双方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正在集结的土耳其军队 1月10日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表示 土耳其将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 打击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这与美国是否撤军没有关联 恰伍什奥鲁还称 美军撤军前 土耳其就决定进军诱发拉底河以东地区 之所以推迟军事行动 是为避免美国撤军期间局势复杂化 有分析指出 土耳其再次提及军事行动 是表达对美国撤军叙利亚反复无常的强烈不满 本已缓和的土美关系在线裂痕 自美国宣布撤军以来 去局势再次洗牌 土耳其军事行动或面临更多阻力 也将进一步推进地区力量消长和格局变化 撤军背后有猫腻 特朗普做出撤军决定前 于上月14日 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 背后的前排词 是要把该地区的主导权交与土耳其 从白宫起初的口吻来看 撤军仿佛是迫切的 且有消息称 美军将在60至100天内撤离 因此从上月26日开始 土耳其向其南部于叙利亚接壤地区增派部队 待美军撤离后 直接接管续北部重镇慢笔记 但不久 美国改变了人先的基调 有媒体称 特朗普放弃了仓促撤军的想法 给予五角大楼四个月的准备时间 1月2日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 又否认了四个月的撤离时间表 强调撤军行动 将在一段时间内缓慢进行 并拒绝透露 美军还将在叙利亚驻扎多久 反复变卦的不仅是撤军时间 特朗普对原先极端组织 已被基本消灭的撤军理由 也进行模糊化处理 由于撤军决定在美国国内 遭遇诸多非议 包括前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内多名高官的辞职 给特朗普带来极大的政治压力 特朗普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政策回调 加之撤军对地区盟友关系造成冲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和国务卿蓬佩奥 于近期开启密集的中东执行协调政策 安抚盟友 1月6日 博尔顿在以色列阐述美国撤军的三个预设前提 即伊斯兰国不能死灰复燃 遏制伊朗势力拓展 土耳其保证不打击库尔德武装 特朗普曾表示 美国不需要叙利亚 那里没有财富 只有沙子和死亡 至于美最后如何撤军 目前已显露端倪 上月26日 特朗普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突访伊拉克 表示伊拉克将成为美军再续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 上月30日 美军将续东北部哈塞克地区的50名美军及部分武器 从叙利亚撤制伊拉克 另外 美国在伊拉克安巴尔省 临近伊旭边境一带 新修建两个军事基地 驻旭美军虽然计划撤离 但没有离开中东地区 只是从一线撤制二线 并以伊拉克为桥头堡调整兵力部署 一旦续境内出现任何风吹草动 美军能在最短时间内重新介入叙利亚 土美关系再次紧绷 特朗普宣布撤军前后一段时间 土美两国高层沟通密切 就叙利亚问题的政策和立场协调明显加强 两国关系有缓和趋势 美军的撤离将推动去年5月份初步敲定的慢笔记路线图真正落实 在一定程度上 扫除土耳其占领慢笔记 摧毁旭北联邦 最终在土旭边境地区建立隔离带的障碍 土耳其认为 去库尔德武装主体人民保护部队 是其境内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分支 土耳其寄希望于通过打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组织形态 解决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 在西方看来 库尔德武装是国际联盟打击旭境内极端组织最为倚重的力量 也是未来牵制旭政府的重要抓手 在一定程度上 可为西方的战略诉求代言 美国抛弃库尔德武装的行为 遭到国内外广泛选择 严重影响信誉 加之库尔德武装 以释放一千多名关押的伊斯兰国成员相威胁 更让美国如盲色在背 因此 美国将原先易走了之的硬撤军调整为预设条件的软撤军 这种调整令土耳其颇为不满 访问以色列后 博尔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于1月8日 继续访问土耳其 却遭到土方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漫代 不接受 也认不下博尔顿 在以色列提出的撤军条件 我思认不下博尔顿率预定